合金彈頭是最著名的街機遊戲之一 亦都是我童年最喜歡玩的合作射擊遊戲 每一次開始遊戲的時候 你會聽到Mission Start 解救不同的骷髏 成闖不同的載具 簡直是昔日的回憶 今次影片再介紹一下這款全新手機遊戲 合金彈頭覺醒到底玩些甚麼 以及有甚麼地方吸引大家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進入解說環節 Let's go 在我童年回憶中 合金彈頭第二代是我最有印象 通常有四個角色選擇的時候 我第一隻就會馬上選擇這隻 Marco 阿馬可 除了Marco 之外 當然還有合金主角第二代的Feel 都可以在這款手機遊戲中選擇 除了第二代的主角 怎能少得 當然還有第四代的主角 基本上這麼多代的主角 都列入了在這次手機遊戲中 除了可以選擇這麼多代的主角之外 每一個主角都會有英雄技能 例如馬可Marco 技能就是投擇手流炸彈 每投擇一個手流炸彈可以對敵人造成傷害值 被動效果亦會增加異常增益屬性 以及提升自身射速 每一隻角色都會有大招 大招子彈時間 令到馬可進入子彈時間提升自己攻擊速度 敵人子彈的速度變慢等等 每一隻角色都會有不同技能 除了Marco之外還有飛奧、Phil Phil的英雄技能亦會有所不同 無勇紅暴 向前方造成一個螺旋突進攻擊 最後一擊可以造成擊飛效果 並且有些無視防禦值 重傷增傷提升 重傷增傷屬性提升 大招可以召喚大量冰箱魚 並且對敵人造成300%傷害 召喚完之後冰箱爆裂的會有大量食物獲得 召喚完可以提升自身射擊速度 並且可以重疊五層 玩過合金彈頭 大家最有印象就是當然獲取更多食物 因為吃得越多食物 可以令到我們角色有肥膚的狀態 令到攻擊力、速度值有所不同 所以今次手機遊戲亦都還原原作這些效果 除了有不同角色給大家選擇之外 當然合金彈頭最重要的就是他的武器選擇 好,那我們去到遊戲武裝介面 不同武裝都會附加不同屬性 例如基礎攻擊力、異常增傷效果、射速配率、射程、射速、載彈數等等 單發傷害全部都有不同數據支持 火箭炮同一原理 不同的配率、不同的射程、不同的射擊速度、不同的單發傷害、載彈數等等 以及今次手機遊戲會多了一個不同的屬性傷刻 例如武器可以令到對方添加一個重傷狀態 高速武器可以造成一個額外傷害 武器可以附加弱點狀態 令到對方對於範圍殺傷武器可以更容易擊倒弱點狀態 令到對方附加這個冰凍效果 高爆發武器可以造成額外傷害 最後的就是灼燒 令到對方有灼燒狀態 重疊後會觸發一個大範圍的爆發傷害 所以武裝方面 我們除了要選高攻、射擊速度夠快之外 還要考慮這些武裝屬性 重疊不同的武裝屬性令到我們傷害最大 例如有火箭炮、火焰炮、機關槍、冰凍槍等等 打不同Boss 選用不同武器 令到玩法更多元化 接著介紹一下這隻有的不同關卡和不同主線 主線最吸引的地方就是有一個叫做追憶模式 追憶模式你會感受之前 玩回核金彈頭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的不同Boss 簡直是還原回當時小時候玩回核金彈頭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的所有回憶馬上回來了 不論Boss、關卡設計、角色選擇 全部都是還原回當時街機版的原作 除了追憶模式之外 遊戲中也會有主線關卡 隨著主線關卡推進會解鎖更多不同的多人模式 當中包括街機加連華、追捕計劃、聯合行動、迷城挑戰、戰兵對決、巔峰競技場等等 這麼多的模式我最喜歡的就是街機加連華 街機加連華最令我吸引的地方就是當時玩核金彈頭 有一些不同關卡 例如連槍拆車場、核金彈頭第一代、著名場面 去到第二代的配件運輸車、打停鐵車等等 全部都是關卡的著名場面 大家就會好奇 玩得這個核金彈頭 最重要就是雙人模式 今次這款手機遊戲到底有沒有雙人模式呢 答案就是有這個亂合行動 可以線上組成三人隊伍挑戰不同關卡 挑戰關卡的時候每一名玩家都有不同的角色定位 例如輸出型、治療型和重裝型 令到整個連線模式更加有挑戰性 最後配合這個追捕計劃 玩法方面配合現時最流行的workline系統 令整個遊戲玩法、變化更加多元化 說多一點關於新獸前期怎樣有效提升整體隊伍的戰鬥力 第一個影響因素的就是角色的武器 因為角色武器可以提升他們的等級 提升完等級可以令到攻擊力、生命值提升 並且提升武器的升數可以有附帶額外效果 例如秒數提升、攻擊力提升等等 當武器提升完就是提升我們角色的裝備系統 裝備系統方面會有生命值提升、攻擊力提升 並且每件產裝都會有一些隨機屬性提升 去到後期建議大家可以拆回一些無視防禦抵抗 或者提升攻擊力的裝備等等 還有就是色品 色品就是令到角色有附加不同屬性 有些專屬角色的例如飛奧、英女 令到自己的技能效果提升 還有馬可 當丟手榴炸彈的時候會變成丟燃燒彈 範圍值提升 所以除了角色裝備還要配搭不同的色品 不同的色品方面記得看不同的特性 因為有個專屬角色技能值提升 提升完角色的專屬技能 提升完裝備 最後就去到晉升 晉升就是挑戰不同的關卡 令到角色有更多不同的碎片解鎖更多不同技能 合金彈頭覺醒 現時以火熱預約中 想和朋友重拾當年在街機的回憶的話 記得馬上按個事前預約制 因為預約之後有豐富的獎分給大家領取 還有記得關注官方的Facebook專頁 周不時都會有不同消息、不同福利 給各位玩家領取 那我們到時一起合金彈頭覺醒見 就這樣 拜拜